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案件不仅要推理谁最有可能是凶手 还要反其道而行之 谁杀人嫌疑最小 包展点点头 嫌疑最小的就是那三名失踪的女孩 镇长说那三名女孩都已经死了 河里边打露出来的三条瘸子上面都有血啊 梁教授说道 目前只能确定幻育遇害死亡 另外两名女孩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裙子上有血 不一定就代表着死亡 画龙说道 难道莫菲和赵仙仙还活着 两个人是凶手 或者其中一个人是凶手 镇长说道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都是受害者呀 受害者怎么可能是凶手呢 在这个案子里 其实有四个赵仙仙 梁教授语出惊人 他详细地说出了自己的推断和分析 赵仙仙在三年前失踪 下落不明 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 已经死亡 或者还活着 如果死亡 那么三年之后出现在乌阳镇的赵仙仙 肯定不是她 是别人冒充的 冒充赵仙仙的人 也有两种可能 男人或女人 男扮女装的戏字 使人相信 一个男人扮成女人 可以骗过大家的眼睛 所以四个赵仙仙 就是三年前失踪的赵仙仙 三年后在乌阳镇学画 再次失踪的赵仙仙 假扮赵仙仙的女人 和假扮赵仙仙的男人 梁教授重新制定了侦破方案 画龙和镇长继续在镇上 搜寻凶杀现场 特案组其他成员 将破解赵仙仙的身份 列为侦破重点 苏梅联系上了赵仙仙户籍 所在地的公安局 民法通则规定 一个人失踪两年以上 亲属可以申请宣告失踪或者死亡 然而苏梅发现 赵仙仙的户籍并没有被诛销 种种迹象表明赵仙仙还活着 苏梅远程查看了赵仙仙的学籍资料 据校方说 在一年以前 赵仙仙甚至还在高中的学校出现过 有个认识她的老师 看到她回到了母校 一个人在学校操场的秋千上 坐了很长时间 这名老师是赵仙仙的高中班主任 她在电话里边对特案组介绍 赵仙仙在高中时品学兼优 多才多艺 高考分数名列前茅 考上大学前的假期里 她去乌阳镇学画 竟然失踪 父母悲痛欲绝 警方和家人多次寻找未果 后来父母远渡重阳 不再抱以希望 奇怪的是 失踪两年以后 班主任竟然在学校的操场上 再次看到了赵仙仙 班主任上前和她说话 但是赵仙仙一个人坐在秋千上 痴呆呆地保持沉默 根本不理会班主任 然后离开了 梁教授在电话中问 说这个赵仙仙穿的是什么衣服呢 班主任回答说 那天穿的是红裙子 我记得很清楚 赵仙仙同学喜欢穿红裙子 梁教授问道 你怎么知道 这个穿着红裙子的人 就是赵仙仙 确定吗 也许是两个 长得很像的人呢 班主任说 衣服一样 发型一样 就连眼角的内滴泪质都一样 尽管两年没见 肯定是他 梁教授回头对包展说道 这个神秘的人呢 很可能从一年前 就开始加班赵仙仙了 真可怕呀 包展问道 赵仙仙在学校里边 有没有谈过恋爱 喜欢他的男生多吗 班主任回答说 多 赵仙仙收到的情书和贺卡 是最多的 记得有一年圣诞节 他课桌上的情书和贺卡 堆积如山 但是高中面临着高考 赵仙仙以学业为重 没听说过和谁谈过恋爱 包展继续问 那喜欢赵仙仙的男生里边 有没有特别变态的人 班主任经过回忆 想起了一个人 此人名叫马刘 是赵仙仙的同桌 全校师生都知道 马刘一直暗恋赵仙仙 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 其他男生送贺卡 但是马刘送给赵仙仙的礼物 是个纸盒 打开一看 盒子里边竟然放着十几只老鼠 赵仙仙吓得尖叫起来 他平时最害怕老鼠 还有一次 马刘送给赵仙仙一个瓶子 马刘说 瓶子里边装的呀 是他的眼泪 赵仙仙觉得恶心 失手把瓶子打碎 愤怒的马刘 用瓶子碎片 划破了赵仙仙的手掌 然后又割破了自己的手掌 他强行把赵仙仙的手掌 和自己的手心贴在一起 两个人的血也流到了一起 后来因为此事 学校将马刘开除 班主任是高三时 才到赵仙仙所在的班级教课 所以班主任没有见过马刘 这些事情都是他听到的传闻 变态男孩马刘浮出水面 他的一些怪异行为和此案 有着相似之处 特案组决定兵分两路 包展和苏梅前往赵仙仙 户籍所在地调查马刘 梁教授和华龙 依旧留在乌阳镇 寻找凶杀现场 镇上警力有限 华龙和联防队员分片包干 每人划定一块区域 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 华龙负责的那片区域范围 正好包括兽医家和盲人老头家 警方对这两户人家的院子 进行过多次搜查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华龙不死心 决定再一次去查看 盲人老头依旧坐在院子里边 猫依旧在荒草中嬉戏 月亮依旧挂在天空 盲人老头见到华龙 突然哭了 干涩的眼窝流出了眼泪 华龙感到非常的诧异 盲人老头对华龙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他说 我的眼睛瞎了 但是心里却亮堂着呢 我看不见 但是却听得见 听得清清楚楚 华龙疑惑地问他道 你听见什么了 盲人老头回答说 我的孙子被人杀死了 我知道 被谁杀的 在哪里 我听到 他在喊 爷爷 华龙再三询问 盲人老头只说 他听到了孙子在临死前的呼救 但是他不知道是谁杀死了他的孙子 也不知道在哪里 华龙觉得老人有点犯糊涂 老人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他说 昨天晚上二胡的咸断了一根 他意识到 孙子被人杀害了 虽然这些话不能让华龙信服 但是已经引起了他的警觉 华龙开始重新思考整个案子 他的脑海之中像电影一样 闪过很多画面 其中有两点 非常可疑 他想到 赵仙仙曾经做过 处女膜修复手术 这个女孩很可能被强奸过 他想起赵仙仙的画作 那些画作之中 有一些小镇建筑的写生 其中就有这个盲人老头的家 还有那个兽医家的园子 画龙思索了一味 他突然想到 赵仙仙画这些画的时候 他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写生描摹 如同摄影拍照 一个人如果能拍到建筑物的大门照片 那么那个人肯定是面对着大门 赵仙仙的画作 呈俯瞰的视角 他画画的位置 应该是在盲人老头 和兽医家对面的 一个很高的地方 画龙看到斜对面 有座阁楼 一个破败的木质建筑 阁楼的木窗紧闭着 楼下台阶处 盯着一条屋棚船 画龙走过石桥 敲了敲门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 把门打开 画龙表明警察身份 说要检查一下消防设施 青年人非常热情 把他邀请进来 庭院深深 穿过两扇门 楼梯上放着一些鱼网 看来啊 这是一户打鱼的人家 阁楼上没有灯 青年人说 去拿个手电筒 画龙走进阁楼 黑暗之中 他隐约地看到阁楼里 还放着几个铁皮柜子 一股腥臭味 扑鼻而来 阁楼里 还弥漫着醋味 画龙虽然不及包斩的鼻子灵敏 但是他嗅觉渐渐地 从臭味之中 分离出了另外一种臭味 时饮时限 一阵一阵地 那是他熟悉的一种味道 死尸的腐败味道 这个阁楼里边死过人 腐尸的臭味 经久不散 画龙想要掏枪 却发现自己没带枪 他一回头 那个年轻人面色苍白的 正站在门前 他没有去拿手电筒 而是把手中的鱼网 向画龙抛了过去 鱼网张开 罩住了画龙 年轻人先是用竹膏 打了画龙几下 没有将画龙打晕 画龙剧烈地挣扎 但是一时半会儿 无法挣脱鱼网 那个年轻人有些慌乱 将一大瓶液体 倒在了画龙身上 然后迅速离开房间 并且关上门 这种液体是以迷 急以挥发 在密闭狭小的环境里 一分钟就能让人昏迷不醒 画龙破口大骂 继续挣扎 想摆脱鱼网 一会儿 他就感到意识 渐渐地模糊 很快就昏迷了过去 画龙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 一个铁皮柜子里 双手被铁丝反绑 双脚也被铁丝捆上了 嘴里还塞着一团毛巾 还缠着几圈胶带 这是防止他吐出 嘴巴里边的毛巾 大声呼救 画龙挣扎几下 手腕上的铁丝 被捆得非常牢固 陷入皮肉 铁丝拧成了麻花状 不可能睁开 画龙的周围 密密麻麻 全部都是老鼠 当一个人 被老鼠包围的时候 那他的心里 是该多么的恐惧啊 画龙意识到 自己的下场将和幻育一样 被老鼠吃的只剩下一副骨甲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铁皮柜子 横躺在阁楼的窗户下 这种铁柜子是用来养鱼苗的 长两米 高和宽 一米多点 坚固 密封 盖板上有几个硬币大小的通气口 上面还上了一把铜锁 这个铁皮箱子像是一口棺材 这里很有可能就是画龙的坟墓 画龙坐了起来 身边的老鼠上下翻滚 柜子里边空间狭小 他的头顶着柜子的盖板 从通气孔中可以看到阁楼的窗户 画龙有两种选择 一坐以待毙 等待别人来救 但是别人找到他的时候 下场很可能只是找到了他的骨头 二 自救 在老鼠吃掉他之前 从这铁皮箱子里边逃出去 但是应该怎么做 才能逃出去呢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 作者蜘蛛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